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经过了16个月的中断之后,中美之间恢复了军事对话 12月21日星期四,美国三军联合主席空军将领查尔斯·布朗 跟中共联合参谋部的将军刘震丽视频对话 讨论了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其他事务 五角大楼透露说,台湾和南海是中共最关心的话题 10月份在旧金山召开APEC会议期间,拜登和习近平就敲定了恢复军事对话的事宜 这是两国关系试图解冻的一种细项 美国官员还透露说,北京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打击非法贸易化学品的行为 这些化学品是用于制造芬太尼 遏制芬太尼的生产和销售也是习近平对拜登做出的承诺 尽管恢复军事对话是一种和解 但这种和解是暂时的,也是不牢固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直函 过去多少年的冲突才造成了如今剑拔弩张的局面 俄乌战,以哈战争,贸易战,技术锁喉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 中美双方都知道,这种紧张局势将继续存在下去 只要不擦枪走火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是否要提高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 在本来就很高的关税上再提高 1月份就是台湾的大选中美正在警惕的关注 中共一直敦促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 而美国也警告中共停止骚扰在南海的菲律宾船只 双方都在台海和南海有动作 双方也都担心会发生意外 弄得两国兵戎相间以至于大打出手 12月21日对话以后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 布朗将军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双方都有责任防止竞争过渡 防止误判,保持开放和沟通 10月份五角大楼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 指责中共军队采取越来越危险的行动 威慑亚太地区的美国军队 包括在南海上空进行了危险的操作 从2021年秋天以来 中共战机针对美国的军用飞机 进行了180多次危险的空中拦截 中共战机还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机 飞行的航道上释放碎片 这份报告还透露 中共正在继续建设战略核武库 截止到5月可能已经积累了500枚核弹头 估计比2022年增加了约100枚 美中军事对话是在2022年8月 因为议长佩洛西访问台北之后中断的 去年10月美国曾经尝试恢复通话 遭到北京的拒绝 这向来是中共惯用的手段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 中共在关键的紧张时期经常中断对话 而美国政府历来认为 保持对话对危机管理是至关重要 12月21日的对话是双方第一次实质性的交流 中共方面的评论是什么样的呢 中共国防部事后表示 刘将军把继续军事对话的责任推给了美国 用刘自己的话说 发展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军事关系的关键是 美国必须正确理解中国 刘敦促美国尊重中国的利益 他警告华府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 并在南海问题上要谨言慎请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约翰·阿里基诺将军透露 自从拜登与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会 未来中共军队的挑讯行动几乎停止了 根据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协议 阿基里诺将军和中共东部战区司令之间 也有沟通渠道 如果中共国防部长人选确定以后 两国的国防部长之间也会沟通 在圣诞节前 美国媒体突然普遍报道一条旧文 而且报道的口径几乎一致 我都怀疑美国是不是也有宣传部了 什么旧文呢 是有关10月份APEC会议习拜会的内容 这是美国NBC电视台率先报道的 其他媒体纷纷跟进 报道说 美国政府人士透露 在习拜会上 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 谈到中国统一问题 最终必须统一 但时间尚未确定 习近平要求美国公开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要求美国公开表态 不支持台独 这是旧文了 因为在10月份APEC会议期间 中国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内容 为什么突然圣诞节前夕突然吵冷发了呢 因为又多出来一个细节 算是唯一的新闻点 报道说 白宫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这是NBC引用了三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话 披露出来的细节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突然披露这一细节呢 很显然这是白宫有意做出的姿态 那就是挺台护台维持现状 可是这是美国向来的态度和立场 为什么现在披露和强调弄得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呢 那就跟台湾大选有关了 中美两国对台湾大选都相当的重视 也都用自己的办法来影响选举 在APEC会议期间 习近平非常大胆的出乎意料的宣布 美国官员们炒作了什么 2027年攻台 2035年攻台 没有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一副无辜的样子 给人的感觉好像中共放弃无力攻台 放弃军事手段 统一了 到底是独裁一尊呢 想改就改了 其实呢 不然 这是中共给拜登挖的一个逻辑陷阱 我没有攻台的打算呢 但并不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心 我和平统一 用和平的手段统一 你美国不是单金打仗吗 我现在表态没有攻台时间表 你拜登总该公开表态反对态度吧 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和平统一吧 反正你美国也是承认一个中国的嘛 好在拜登并没有老糊涂 这个逻辑陷阱也并不高明 和平统一也是要剥夺台湾主权的行为 除非你中共下台实现民主或者共和联邦 大家平等对话和平统一 在中共独裁体制下的统一不可能是平等 香港连50年不变都做不到 提前结束了一国两制 谁愿意跟你统一呢 这次白宫有意放风 美国媒体是集体心领神会 大张旗鼓的报道 拜登没有上习近平的当 美国的态度很明确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由台湾人民说了算 台湾选民愿意统一就统一 不愿意统一就维持现状 美国反对武力统一 也反对和平统一 反对中共单方面的所谓的和平统一 现在台湾大选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美国也是利用了这个时间点表态 再一次重申美国挺台护台的立场 这也是驳斥了台湾朝野 有关美国放弃台湾的说法 国民党民众党的竞选都主打一个口号 支持绿营就是兵凶战危 绿营下架就是和平稳定 其实他们没有说的话是 这种所谓的和平稳定 是一国两制的和平稳定 中共要的绝对不是维持现状的和平稳定 否则他就不会一再军事挑衅了 美国的表态等于是给台湾助选了一把 把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习近平这次耍了个小聪明 拜登没有上当 这是两国博弈之间的一次过招而已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想的有道理 请关注或订阅 并点赞留言分享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